这个有病虫害 还有一个有没有 就下雨下一下有没有 天气热 天气忽冷忽热 不利于水豆种植 尤其是太热容易有病虫害 进而还会让产量有所变化 因为你温度高嘛 百分之多的话 那个大骨就不饱满 不饱满你的产量就少 我们就慢慢预防 有时候就真的 真的高温化 我们就放水进去 然后火水开始跑 因为火水跑有风嘛 把那热气带出来 近几年越来越有感 高温闷热的天气 对水到种植环境带来挑战 而且要担忧的剧烈天气 还有强降雨 现在有没有快要出水 下好雨就怕那花有没有 被大水冲走 冲走它就没花 没有那个 蜜蜂也没有花 就慢慢变空包蛋 根据国家气候变迁科学报告 如果全球暖化的状况持续严重的话 不只是会对人的健康以及生活造成影响 状况下水到可能会大幅减少 而玉米则是分析以北部和东部地区影响最明显 不止如此畜牧产量还有海水升温也会冲击于货以及养殖渔业 就大概是季末也就是减碳如果失败 好那我们大概可能这个热井破会从南往北扩 然后会从平原往山区扩 那对整个我们的蛋肉或者是乳制品 其实可能都会产生一些经济层次的冲击 我们在谈气候韧性 所以当你的粮食或者能源 其实如果大量是养外进口的时候 其实你就很难去谈你的韧性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暖化下对于台湾季节的变迁 退估不同情境下高温日数会持续增加 最严重有可能高温超过36度的天数增加75天 导致是季末夏天最长到7个月 行程冬季更短夏季更长的状态 但这前提是对于减碳完全没有任何作为 即使是2度C的情况之下的话 到世纪末大概冬天也大概剩下40到50天 在暖化未来里面热岛效应会被加强 就是说升温最高的地方 很可能就是在今天热岛效应最强的部分 4度C极端暖化情况跟1.5度C暖化 它的冲击是差非常多的 所以说我们减碳是有好处的 干旱极端暴雨的次数也会更频繁发生 也就是剧烈天气可能成为常态 而青台台风数量则会减少 反观强度却预估会提升 报告以不同暖化模式做出预测 即便只是推估却是非常重要的警讯 干旱会有严重的趋势吗 对台湾水资源也是很大的挑战 尤其台湾是一个水资源非常不稳定的地方 那怎么样让我们能够尽量的节水 或者是创造水源 再不影响到我们生态的情况之下 未来就是说你没法减灾没法避灾了 防灾都很困难 你要哪里灾 科学报告的事情都一再凸显 减碳势在必行 环境问题已经是一个跨部门跨领域的议题 其实也是每个人的责任 TVB新闻连至周宣台北桃源报道